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在你的人生当中,会有很多次机会能够靠近富人。 这就是你跟那些有权有势、富有且有影响力的人建立紧密联系的机会。 他们的见解、人脉、甚至是资金支持都能够帮助你,把你追寻财务自由所需的时间缩减一半,所以不要搞砸了。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记得要点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会让富人讨厌你的十五件事,这可是每个人都可能会犯的错误哦,所以一定要坚持看到最后。 第一,迟到或者回复得太晚。 富人把自己的时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某个层面上来说,他们的时间比你的时间更有价值。 所以不要浪费他们的时间,讨富人欢心的方法是节省他们的时间。 从为他们设立礼宾部到私人飞机,所有面向富人的业务都是节省时间的。 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富人就会开始讨厌你。 至于信息,富人都是讲究快准狠的,他们会基于已有的信息和直觉迅速做出判断,所以他们会要求你稳定快速地回复。 如果你花的时间太长,那你就讨不到他们的欢心了。 第二,假模假式的装作是为他们做事,实际上却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 他们见得这样的人多了,立马就能看穿你。 把你个人的利益包装成热心肠的帮忙,根本骗不了人。 一旦你做的事情暴露了,那你就立刻会被永远请出局。 人际关系是遵循平等法则的,在你跟他们要求什么东西之前,你必须要多次给予他们同等高价值的东西才行。 这就是建立长期人际关系的方法。 如果你只是交易的话,那就不是在建立人际关系,只是有些互动而已,这完全是两回事。 第三,撒谎。 一旦别人认定你是骗子,那你说的什么事情,别人就都不会确信了。 富人没有时间和时你分享的每一条信息,所以早期的阶段,他们会默认你说的都是真的。 但是一旦信任被打破了,他们就会默认你说的都是假的,你再想切换回去就难了。 撒一次两次谎可能不会怎么样,但是那就意味着为了现在而稀释。 富人的特点就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非常慷慨的,他们喜欢给予,以给予和帮助他人成功为乐。 但是你不要自找麻烦,他们最讨厌的就是那些觉得给他们钱、时间和精力是理所当然的人。 人际关系在相互支持、善意和有同理心的交流当中,才能够茁壮成长。 所以我们都要在这方面找到一个平衡。 你多拿了什么东西,也不会对富人有什么伤害。 但是一旦你伸手了,你就会看到他们完全退出你的圈子,再也不会理你了。 第五,你就是朽木不可雕。 还记得我们前面说富人超级讨厌浪费时间吗? 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比浪费时间更让他们难受的了。 你对某人投入了无比的热情,但他们却辜负了你的付出。 能够接受指导意味着你能够积极地倾听、处理和遵循别人给你的建议和行动计划。 这是精神上的导师关系的基础原则之一。 能够接受指导是你很聪明的表现,而聪明是通过改变行为来衡量的。 如果你受到了很好的指导,但却没有按照指导去做, 这表明你可能没有你自己表现出来的那么聪明。 这些年以来,我们帮助了很多人提升了自己的财务水平。 如果你也对这方面感兴趣,可以打开我们的播放列表, 观看我们海量的精彩内容。 记得要点赞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第六,当你说的话明显超出你专业水平的时候。 如果你没办法给一个小朋友讲懂,那你就是了解得不到位。 有些人就是话太多,有些人就只喜欢听他们自己说话, 而富人则重视专业知识,所以他们会优先听取那些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的意见。 因为有兴趣,他们已经对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了基本的了解, 所以你想糊弄过去可不容易。 此外,他们还喜欢核实信息,一旦你编造事实,他们就会把你当场逮住。 那样就又回到了节目的第三条。 第七,没有搞定最开始让你陷入麻烦的事情,就要求别人给你第二次机会的时候。 谁都会乐于给别人第二次机会,但是你也得配得上这第二次机会才行。 你得到的第一个机会取决于你的潜力,而第二次机会则只会给那些配得上他的人。 配得上不是说只要搞定一些小事就可以了, 而是要在足够长的时间段内展现出一个清晰的行为模式。 而且,你要明白,到第二次机会的时候, 信任永远也没办法达到第一次机会那样的高度了。 第八,当你有受害者心态的时候。 如果所有坏事都发生在你身上,如果整个世界都在和你作对, 如果你真的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如果全都是别人的错, 这种说法在富人那里是行不通的。 富人喜欢那些能够接受现实的人,那些积极进取的人, 那些承担结果,而不是只强调努力的人。 成功不是一个有参与奖的游戏, 你要么就把事情做好,要么就是没做好。 受害者的心态只会阻碍你取得真正的进步。 你要对自己人生中的一切事情都负起百分之百的责任, 要有主人翁精神,到时候再看看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第九,当你否定努力的作用, 一厢情愿地认为别人都是靠的运气, 或者他们的成功非常轻而易举的时候。 永远不要忽视为了建立有价值的东西而付出的努力, 辛勤工作和牺牲。 你只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 不了解事情的始末, 不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 或者他们为了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而失去了什么。 生活并不容易, 它是你玩过的最难的游戏。 人们总说, 如果他们有别人的条件, 也能够获得跟别人同样的成就, 但是费寝忘食的工作, 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在最初收集其所有的条件, 这些就是把成功人士和其他人区分开来的地方。 第十, 当你希望他们能直接不辞辛苦地帮你的时候, 他们会为你指出正确的方向, 但是他们不会还包交包会, 直接手把手帮你取得成功。 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他们告诉你怎么做之后, 一切就都取决于你了, 你必须整理好形状, 投入到工作当中。 而且有些人还更是离谱, 他们会直接伸手跟别人要钱, 写邮件跟我们要钱办梦幻婚礼的, 投资比特币的, 做货运生意的, 干什么的都有, 而且都是些陌生人, 就只是在社交媒体上, 或者发电子邮件张口就是要钱。 你要明白, 没有人理当享受别人辛勤工作的成果。 我们的频道制作了大量的节目, 不会受之以余, 只想要受之以余, 所以给出了很多摆脱贫困, 建立长期财富的方法, 而且所有节目都是免费的。 但是很多人并不满足于别人给他们绘制出通往成功的路线图, 他们不想要你只是给他们指路, 而是想要你努力地去服务于他们的成功。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会落入各种陷阱, 成为骗子的目标的原因。 第十一, 当你说你要做什么, 但是等到你们再见面, 你根本就没做的时候, 富人会记住你在忙些什么? 他们会为了战略上的联系, 或者寻找投资机会, 而标记别人取得了什么样的进步。 如果你提过自己要开一个自动洗车房, 但是下一次你们再见面, 你还连名字都没想出来的话, 那你可能就办不成这个事, 行动胜于一切。 第十二, 你们每一次再见面都是他们投资你的事业的机会。 富人的朋友那儿有着充足的投资机会, 排着队等他们挑选, 他们会持续不断地跟朋友做买卖, 很少会去找那些新鲜诱人的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的越多, 你的多样化程度就会越低。 所以基本上, 他们就只会坚持做自己擅长的, 或者有控制权的事情。 如果你这个周还在开餐厅, 下个周就去搞AI初创公司了, 那你的精力就太分散了, 哪样也做不好。 富人会接受的投资机会, 是那种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个领域, 并跟投资结果息息相关的人提供的机会。 这就意味着, 只有你深陷其中的时候, 他们才会加入进来。 第十三, 你还不成熟, 财务上不负责任的时候。 富人不会给你当老妈子, 也不需要用金钱去炫耀, 不想要随意挥霍自己的财富, 这就是他们富起来的方式, 也是他们一直富下去的方式。 从一个人花钱的方式上, 就能够很大程度地了解一个人。 当你肆意挥霍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你花的都是不劳而获的钱, 这样他们就不会尊重你了。 通常情况下, 那些一至千金的人, 都是在经济上并不富裕的人, 只是在非常努力地 想要别人看不出自己的窘迫而已, 但这只会越陷越深。 第十四, 当你沉迷蹭热度的时候。 如果你在意与名人合影多过与他们建立联系, 在意别人给你点赞多过真正的交谈, 在意地位多过自己能够创造出什么, 那么你就只是一条肤浅的小鱼, 富人喜欢更深的水下, 他们只想要跟那些 他们允许进入自己个人空间的人一起游泳。 如果你给出的信号是, 你只是他们人生中的过客, 那你就只能获得 跟这个位置匹配的待遇。 第十五, 当你被刺他们的时候。 害人中害己, 如果他们跟你说别人的八卦的时候, 他们也会跟别人说你的八卦。 这种人露出真面目, 就只是时间问题。 对于这些人来说, 如果他们能够再朝着他们心目中的 个人成功迈进一步的话, 他们会毫无犹豫地牺牲所有人。 你要注意你身边的人 是如何对待你生活中的其他人的。 那么, 你对富人有什么了解呢? 你跟他们相处有什么心得呢? 在下方评论区与我们分享吧。 我们期待着你的回复。 为了感谢你陪我们到了最后, 我们还要告诉你, 你不需要用金钱 去给有钱人留下好印象。 我们年少的时候跟富人相处, 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 总是想要假装我们的财务状况很好。 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错误地认为 有钱人会愿意花时间 去指导同样有钱的人。 这就大错特错了。 当一个已经找准自己定位的企业家 去找到有钱人提供指导的时候, 是没有结果的。 人人都会想, 你都做得那么好了, 就不需要我的指导了呀。 你要明白, 富人最尊重的是努力, 尤其是要从底层开始 白手起家的人。 相对于从十分到三十分, 富人更会对你 从负十分到零分的进步 感到印象深刻。 你无法掌控那些 对你不利的情况, 但是你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 你可以把那些出身贫寒, 但是却努力向上的人团结起来。 所以不要再假装自己很富有了, 要展现自己 想要通过努力的工作获得什么, 因为当你明确表达出来的时候, 一切才能够真正走上正轨。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堆金机遇, 我们下期再见吧。